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执行个此程序 这个此程序干什么呢 就是复习拉普拉斯变换的这样一个知识 那么关于拉普拉斯变换呢 要说拉普拉斯变换 我们首先把有关辅数的概念给大家说一下 那么这个辅数呢 我们在中学当中就学过 我们在这儿简单的把它说一下 辅数和辅寒数 那么辅数是这样一种数 就是说这个数呢 它既有实步又有虚步 构成这样数叫做辅数 辅寒数呢 是以辅变量S作为自变量的函数 辅寒数当然也是辅数 它也可以分解成实步和虚步两部分 这是辅数和辅寒数 那么我们举个例子 比方说我们构造一个很简单的辅寒数 这个函数呢 就等于自变量加上2 那么如果把这个S分解成实步虚步 那么这个把这个Sigma 就是S的实步加上2 这就是函数的实步 这个Omega呢 就是函数的虚步了 用这样简单的这样一个辅寒数来说明问题 那么这个函数的概念就是什么呢 说自变量在自变量的定义当中取一个点 函数在函数的值域当中就有一个相应点 就和它对应 这就是函数的概念 因为这个辅数呢 它是一个既有实步又有虚步 所以呢 它的自变量S 需要用一个平面坐标去表达 这是它的实步 这是它的虚步 这个自变量S需要一个平面去表达它 那么这个函数呢 它也是一个辅数 也得需要一个平面去表达 这是辅函数的实步 辅函数的虚步 这个辅数呢 比较相对来讲比较复杂一下 它不像实函数 实函数呢 就横竹做自变量 纵竹做它的硬变量 就可以把这个函数曲线画出来 在一个平面当中就画出来了 这个辅函数不一样 它借助于自变量借助一个平面 函数也要借助一个平面 你就不能 你除非就是你构造一个四维的空间 两维描述自变量 两维描述硬变量 这个东西不好表述 所以呢 我们在这个表示辅函数的时候呢 自变量用一个自变量的平面 S平面 函数呢 用一个函数平面 F 那么自变量在这个S平面当中 取一个点之后呢 那么相应根据这个函数关系 就可以在函数平面当中 找到一个点 我们只能分别的把它写出来 理解这个意思吧 看看 假如说我勾到了这样一个具体的 具体的复函数 那我现在呢 在S平面当中 找一个SS0加结0 那么带到这个函数当中去 就变成什么呢 是2加结0 映射到这个自变量 在这个地方取之以后呢 就映射到这儿 映射到这儿 映射到这儿 一点 映射过来 那么如果我把这个S取成 1加结1 这一点 把它带到函数当中去 那么函数平面当中 映射的点都跑哪去了 就到这儿来了 对吧 那么如果我再取一个 2加结2 那么映射过来以后 就是呢 2加结4了 对吧 这是离 4加结2 那么如果我这个函数啊 就是自变量 在这个函数平面 在这个自变量的取出方面当中 连续的取一个曲线 那么是不是这个 在它的函数空间当中 也相应描绘出一个连续的轨迹来 那么我这个自变量 如果连续的变化的话 线性的这么连续变化 那么在函数空间当中 也相应描绘出一条轨迹来 这就是辅函数 自变量和函数之间的关系啊 要分别去描述 自变量是自变量的曲纸范围 函数是在函数的曲纸范围当中 去表述啊 那么这个辅数呢 有模和向角的概念 那么如果一个辅函数啊 它的辅函数的具体的值 如果落在这个地方的话 那我们可以在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辅平面当中构造一个矢量 从这个辅平面的圆点指向这一点啊 那么这个矢量的长度 就是这个 这个辅函数的模啊 用这个表达式去表达 它等于它的十步平方 加十步平方再开翻 向角呢 就是由这个 这个辅数正方向 正方向 按逆时针方向 转到这个 这个矢量的这个角度 对应的角度 叫做这个 这个点 对应的这个向角啊 有模有向角的概念 向角呢 就等于它的 这个对边比 对对零边反着切 啊 这个概念大家都清楚 那么辅数呢 还有供额的概念 供额呢 就是把十步保持 虚步变一个号啊 那么比方说 这个 Fs这个数 它上面加一个杠 比如它的供额 那么就在 就把这个数原本 它的虚步呢 变成符号 就可以了啊 那么如果这个点是 它对应的矢量 是这样一个矢量 那么这个点的供额 就是 它对应的矢量 就是这个矢量和 关于十轴的镜像啊 十步是一样的 虚步差一个符号 那么 辅函数呢 有解析的概念 说 一个辅函数 一个辅函数 在它的自边量的 频率当中 某一个点 如果 它的各级导数都存在 也就是说 把这个辅函数 带到这个 带到这个点 这个点的各级导数都存在 我们说这个辅函数 在这个点处是解析的 如果这个辅函数 在它自边量当中的 某一个区域当中 点点解析 我们说 这个辅函数 在这个区域当中 是解析的 解析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辅函数 在这个自边量的 定义当中 它对应的函数啊 是非常光滑的 就这个意思 好了 这关于辅数的 有关概念 下面呢 我们讲拉式变换 拉式变换的定义 拉式变换呢 是积分变换当中的 一种定义 积分变换有 不同的定义方法 在工程上 用的特别多的 一个是复式变换 一个是拉式变换 那复式变换呢 这个拉式变换 是这样定义的 我在实际当中 有一个函数 小ft 我把这个小ft呢 乘上一个因子 叫e的 负st次方 作为一个 背基函数 这个背基函数呢 在零和无穷大之间 做一个广义积分 这个广义积分 如果存在 我们把这个东西 就是这个东西 叫做这个小ft的 拉式变换 拉普拉斯变换 把它叫做 也叫做 项函数 那原来这个ft呢 叫做 它的原项 这是在数学上的 一种定义 拉普拉斯变换 那你有一个 实际函数 你就按这个公式 去算 算出来那个 那个 这个广义积分存在 那就是它的 对应的这项函数 就有了 的定义很简单 那么 我们看看 常见函数的 拉式变换 怎么来运算 看 节约函数 节约函数是 我们讨论 资本控制原理当中 讨论的函数 都是从t等于0 开始 它在有值 t小于0的时候 都默认等于0 也就是说 一个系统 我们给它加上 这个控制输入信号的时候 是在t 研究的问题的起点 以后 才开始的 以前 注意相对静止 所以这个单位 接约信号 是从0开始 以前是等于0 在t等于0 那个瞬间 一下 越到1 单位接约 它的数据表达是 当t大于0的时候 是1 小于0的时候 是0 图形 画出来就这样一个东西 我们现在要求 这个十余函数的 拉式变换 那么求拉式变换 按照定义 就把这个函数 放在这里边 呈让这个因子 从0到无穷大 求广义积分 这个事情好办 把这个单位 接约函数 进行拉式变换 它意思就是说 把这个函数 放在这 乘让个因子 e的负st次方 然后积分 从0到无穷积分 这个事情好办 一是常数 不管 把这个东西 一积分就是它 把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这是负st 把这个d的t 写成一个 乘让个负st 乘过来 多乘了一个 我再除了一个 然后 这就 积分就出来了 上限是无穷 下限是0 把上限带进去 这个积分变量是t 把t带成无穷 e的负无穷次方 是0 然后把0带进去 e的负s乘0 这是负0次方 e的0次方 等于1 等于它 然后把这负1和负1约掉 是s分之1 也就是说 这个单位接约信号 它的拉式变换 是等于s分之1 就这么算就行了 很简单 再看指数函数 指数函数的定义 是这样子表达的 这样表达的 是e的负at 小a 那么当然 我们定义是 当t等于 t大于等于0的时候 才开始的 这个这边 这边不管 t大于等于0的时候 它是这样的 是个指数衰减的 这样一个函数 那么要求 它的拉式变换 就把这个表达式 带到这里边 去做一个广义积分 把它定义是写在这 这样子 这是 这是它 拿到这儿来 乘个因子 e的负st 积分 从0到5球 把它俩放在一起 放在一起 称到一块 然后呢 把这个t呢 前面称上一个 负的 括号s加a 然后再除一个 这样积分起来 方便 指数函数 求积分 方便 就变成它了 这个因子称到这 然后这个 这个地方 一积分以后 变成它了 上限是无穷 底下是0 然后把上限 带进去 t t是 积分变量是t 代替 e的负无穷 是等于0 e的零次方 是等于1 这个负1和负1 约掉 结果是s加a 分之1 这个指数函数 它的拉式变换 给出来了 再看 正旋函数 正旋函数 也是当t小于0的时候 默认它是等于0的 从t等于0开始 这么变化 它的数据表达式是这样的 那么要求这样一个函数的拉式变换 按照定义 把这个函数放到这里面 因为它是积分是从0到无穷 反正前面是等于0也没有关系 把这个函数写在这 乘个因子e的负st 积分 这个东西积分起来不太好积分 把它这个正旋函数写成一个指数函数形式 二截分之1 截我们加t次方 减去e的负截我们加t次方 是正旋 把它写成指数函数 这个东西当成长次拿到外边来 把它称到里面来 称了两项 指数了 变成指数了 指数积分好积分 写成这个表达式 这个长数写过来 把它称过来 合成他 把它称到这合成他 两项 两项分别积分 这个好办 按照刚才我们的积分方法 积分出来 长数提到外边来 这个东西呢 凑个项 把这些倒除一下 把这个积分积出来 然后上线是无穷 底下是0 这个地方是他 这就不多说了 然后我们上线带进去是0 0带进去是1 都把它这个上下线带进去 就变成这样的表达式了 照写 这地方呢 0减-1 把这个-1约掉是他 然后把这个 这个-1和这个-1约掉 这个减号移到这来 把它移到这来 啊 变成这个东西了 变成这个东西后呢 我再通分一下 啊 通分一下 把这个 这个地方呢 同时成为一个 s加 结 ω米卡 上面有个s加 结 ω米卡 这地方呢 乘个s减 结 ω米卡 上面也乘个s 减 结 ω米卡 通分 分母变成他了 上面是2倍结 ω米卡 啊 然后这个地方的2结和这个地方的2结约掉 这样表达式 这就是正弦函数的拉式变换 啊 这我们举这么几个例子 就说拉式变换定义是怎么定义的 如果碰到一个常见函数 拉式变换按照定义怎么去计算 这个大家都学过 比较简单 啊 那么下面我们讲一讲拉式变换的几个重要定理 我们在后续的课程当中要有的时候要用到拉式变换的这几个重要定理 第一个现异性质 现异性质说什么呢 说如果有一个实函数F1T 它的拉式变换叫大F1S 还有一个函数叫F2T实践函数 它的拉式变换的叫大F2S 如果你把这两个函数加权一起放在一块进行拉式变换 就等于他们两个分别拉式变换的一个加权组合 所以拉式变换是一个线性变换 这个证明 用定义证明是很简单 我们就不去说了 你这里边有常数 我可以放到拉式变换的外边 如果是综合的 那分别对每一个进行拉式变换就可以了 微分定理 微分定理说什么呢 说如果某一个函数FT 不求到 不求到 FT它的拉式变换 是大FS 现在不是对FT本身进行拉式变换 而是对这个函数求一次倒以后再进行拉式变换 那微分定理告诉我们什么呢 说你这不是求倒吗 你先不管它求倒不求倒的事情 就把它求倒以前这个FT的项函数写在这 你不是求了一次倒吗 乘一个S 乘一个S完了以后呢 减掉这个FT当T等于0的时候 那个出值 这就可以了 不用再用定义去算了 微分定理 当初条件等于0的时候 就F0等于0的时候 T等于0的时候 就小F等于0的话 那你看 相当于说 在十余当中 相当于这个函数求了一次倒 在辅一当中 相当于它 没有求倒以前的函数成了个S 这个S相当于在十余当中来看的话 它就是一个微分算词 对吧 明白我说的意思吧 你这个函数 它本身对应的原项是FT 不带这个点的 那么你在这地方乘这个S 加书出条件等于0的话 那乘这个S相当于对应在十余当中 相当于对这个原来的十函数 求了一次倒 这个S是不是相当于 看起来在十余当中看起来 就是一个微分算子 这样的 这个微分定理呢 我们是个非常重要的定理 正因为在十余当中求倒了以后呢 变到辅一当中变成它了 所以把一个微分方程进行拉出变化以后 就把这个微分呢 就变成S余当中的一个代数方程 原来是微分方程 到这就变成代数方程了 这个微分定理在这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我们证明一下这个微分定理 那么这个微分定理的左端 按照这个拉出变化的定义 就是把F1撇放在这 乘上一个E的负ST次方的因子 然后作为积分 从零到无穷作为广义积分 这就是定义式 这不一点吗 这不DT吗 把这个东西合成它 然后写成这个表达式以后 用一个部分积分的方法把它写开 是这个东西成F 然后积分上下线带进去 然后把它写在这 对这个东西求导 上下线写 这个地方把它展开 展开以后这个-S拿到前面 但是正的S再加上FT E负T次方在DT 这部分就写成这部分了 把这个地方称开 写成这个地方了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的上线带进去 我们认为这个函数 FT这个十余函数 在0到无穷的变化过程当中 它都是有限的 那么这样一来 把这个无穷带到这里边 T带成的 这是个0乘一个有限值 是0 把下线带进去 0 这个E的负0次方 就E的0次方等于1了 那么这个FT带成0 就是F0了 这个前向 后向呢 把这个地方的负S拿到里边 负变成正的了 S贴到前面 那么里边这个积分就变成它了 这个东西 啥 就是这个FT的80变化的定义式 就是大FS 对吧 那我们把这个东西把它写成 这S照写 这是大FS 把这个负出条件写在这 它就和这个东西就一样了 没有定理 因为它重要 我们把它证明过程讲一下 特别是 如果你对这个函数本身的N级导数 进行拉式变换 那么我们求一次导是 是乘一个S 求N级导 相当于 把这个没有求N级导数之前的那个FT 它的向导数拿出来 乘上S的N次方 乘一个S 相当于这里边求一次导 你拿了这个表达式放在这以后呢 还需要把后续一系列的出条件把它剪掉 这是初始的位置 就是FT 当T等于0的时候的值 这是初始的那个速度 初始的加速度 依照初始的N级 一间导数的那个出条件 把它剪掉 如果这个函数的出条件都等于0了 那这个尾巴就甩掉了 看这个表达是什么 这个S 老老实实就是一个微分算子 你乘一个S 相当于十余函数 求一次导 这是这个 出条件等于0的时候 那么这个求导 十余函数求导 就相当于 这个辅余函数当中 乘一个S 这是这个微分定理 我们下面 另一个微分定理 求一个新函数的拉式变换 这是一个单位脉冲 对单位脉冲进行拉式变换 它应该等于什么呢 我们看看 我们在十余当中用到的典型函数 单位脉冲 它是这样子 就是在T等于0的时候呢 有一个突然的 辅置是无穷大的电信号 辅置是无穷大 但它的面积等于单位1 我们把它叫做单位脉冲 这是一种抽象 我们就要求这个函数的拉式变换 刚才我们用定义 把这个单位接约函数的拉式变换 求出来了 那么这个单位脉冲 和单位接约有什么关系呢 把它求一次导 就是它 对吧 所以呢 这个单位脉冲就得于 单位接约求一次导 那么这个地方呢 deretaT就可以写成 单位接约求一次导 没问题吧 好了 那么单位接约的那个拉式变换 是S分之一 刚才我们求过 那么利用这个微分定理 微分定理怎么说呢 对这个函数进行拉式变换 就等于对它进行拉式变换 对它进行拉式变换 用微分定理 我们先不管求一次导 把这个ET的拉式变换写出来 ET的拉式变换是什么 S分之一 求一次导吗 乘一个S 对吧 乘一个S 那么写成这个表达式 这是 这个东西就是 它 就是ET 单位接约的拉式变换 乘一个S是微分定理决定的 然后 把这个单位接约当 T等于零 零负的时候 那个值带进行 这是零 T小于零的时候 用它的这个右极线带进去 那这样一拉以后呢 这个 单位卖冲信号 它的拉式变换 就是一个长值一 这是这样子 再看 余旋函数 余旋函数进行拉式变换 当然 余旋函数的那个 求它的拉式变换的话 也可以像正旋函数那样展开来做 方法是一样的 但是呢 我们有这个关系是说 这个余旋函数呢 可以写成一个 Omega分之一 正旋 OmegaT求导 而正旋函数的拉式变换 我们刚才已经求出来 是S平方 加Omega平方 分之Omega 那我们用这个 这个文言定理 把它找一下 对这个余旋函数 进行拉式变换 就相当于 对这个东西进行拉式变换 对这个东西进行拉式变换呢 Omega分之一 作为常数 留在这 对它 我们先不管这个一撇 先把三叶OmegaT的 向函数写出来 写出来 Omega分之一在这呢 它三叶OmegaT的 向函数是在这呢 这不求一次倒吗 乘以改次 然后再减去正旋函数 看是正旋函数 在T等于0的时候的那个值 正旋函数在T等于0的时候 是等于0 尾巴就不要了 直接就是它了 现在这个 我们也和我们改一约它 这就是余旋函数的拉式变换 那么用这个定理的话 做起来要方便的多 下面我们再看 积分定理 积分定理是 微分定理的密定理 积分定理怎么说的呢 说 有一个函数FT FT 它本身的拉式变换是 大FS 现在不是直接对这个FT 进行拉式变换 是对这个函数呢 积分一次以后 进行拉式变换 那么 这个积分定理说什么呢 说你先不管积分的事 先把它的拉式变换 写在这 也不积分一次吗 除一个S 那最后呢 再加上S分之一 当这个积分以后的那个函数 当T等于0的时候的那个 初条件带进去 如果初条件等于0 就是这个函数积分以后 它的这个 F的括号负的1次方 这个东西不是 不是F的倒数啊 是F这个函数的 积分一次以后的那个值 带进去 那么就完成这个东西了 如果这个函数的 初条件等于0的话 那岂不是就说你微分一次 这乘一个S 积分一次这除一个S 对吧 那么我们就不去再多说了 那么它的证明过程呢 在零数条件之下呢 相当于是这个尾巴我就不要了 积分一次 讲到这个像函数除一个S 那么进一步 如果积分N次 这个函数本身积分N次 然后再进行拉式变换的话 那么积分N次就除一个N 然后把它的这个函数的 积分一次的初条件 积分两次的初条件 积分N次的初条件 全部 尾巴给它加上 就可以了 特别初条件等于0的时候 那么从这开始 从这开始后边就不要了 这是这个 这个积分定理 证明我们就不去说了 现在呢 我们利用积分定理 求一个新函数的拉式变换 T T 也叫谐波函数 也叫谐波函数 刚才我们说了 这个谐波函数和 节约函数什么关系 把节约函数积分一次 就是它 对吧 没问题吧 好了 那我就可以把这个 这个谐波函数的看成是 单位节约函数的积分 T等于0之前 它也等0 它也等0 T一旦等于0开始 往后 它是保持一个常数 那么它就现行的积分上去了 这个 这个T不是说 从负无形到正无形 都是 当T大于等于0的时候 是按照这个规律 T小于0的时候 它一直保持0 这样子的 那么这样一来后呢 我们把这个 利用这个积分定理 想到对这个T 谐波函数进行拉式变换 就等于对这个函数进行拉式变换 对这个进行拉式变换 先不看积分 把它的向二数写出来 S分之一 积分的一次 除一个S 然后再看 这个函数T 在T等于0的时候 是等于 T等于0嘛 当时也就 除条件是等于0的了 这个S 这个S是它的 它的向函数 这个S分之一 除了时候是 求积分以后 要除一个S的 然后 再把这个S分之一 加上T T等于0的时候 那个值代理 这是等于0 这样一乘乘起来 是S平方分之一 所以这个谐波函数T 它的拉式变换是S平方分之一 那当然这个东西也可以用定义去做 定义做就麻烦一点 现在看 求这样一个 二分之T平方 这样一个函数 我们把它叫做单位加速度信号 那么二分之T平方 求这个东西的拉式变换 这个东西是T的积分 对吧 那么我们再用一步 把它用T的这个拉式变换表达式 把它的这个单位加速度的拉式变换表达式写出来 这个东西等于T进行积分 那么对这样一个函数进行 对T进行拉式变换 就等于对T进行拉式变换 这个用积分定理 先不管这个积分 先把T的拉式变换写出来 是S平方分之一 积分一次 再除一个S 然后再写这个出条件 出条件 这个二分之T平方 当T等于0的时候 当然等于0 是出条件等于0 那最后呢 把这个东西 这是S平方 是T这个函数的拉式变换 除个S是积分了一次 这是积分一次以后 这二分之T平方 T等于0的时候 这个等于0了 这一乘乘出来 最后结果是S三次方分之一 这是单位加速度信号的拉式变换 S三次方分之一 简单 好了 现在我们再往下进行 十位移定理 十位移定理 十位移定理说什么呢 说如果一个十函数FT 不要这个东西啊 FT 它的向函数是FS 现在呢 不是直接对这个FT进行拉式变换 是这个十函数当中 T有一个十延 有个十位移 那一量呢 是套零 对这个东西进行拉式变换 那么十位移定理告诉我们 说什么呢 你先不管 你先不管这个延迟 先把FT的拉式变换写出来 这不是减了一个十 十位移是这个负套零吗 证明器放在这 成为因子 E的负套零 这是负套零 这就负套零 乘S四方 这么就可以了 十位移定理 证明过程呢 我们由于时间关系 不去说它了 那么大家下去看书 我们把这点跳过去 举个例子 比方说 现在呢 我们有这样一个函数 用数学表达式描述呢 说当这个函数 当小于 T小于0的时候是0 T大于A的时候也是0 只是在0和A之间 这个函数等于1 用图形表示 就是这样一个方波函数 求这个方波函数的拉式变换 那么这样做了以后呢 你看 我们把这个函数呢 写成一个什么东西呢 写成一个这样的表达式 写成一个 单位接约 减掉一个单位接约 向后延迟A 这样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怎么表示呢 从这开始 一直越到1 一直到无穷啊 这个函数 是单位接约 向后延迟了一个A 这个函数 当这个边量大于0的时候 才起作用 所以T小于等于A的时候 都等于0 那么把这个函数写出来以后 它作用什么呢 从这开始 到A才起作用 负的 负1 这么过来 这个阶约和这个 反向的阶约一减 是不是就构成这样的东西了 可以理解吧 没有问题啊 把它看成 把这个方波函数看成是两个 一个是阶约 一个是反向阶约 延迟的反向阶约 一减 刚好 拼出来了 那么 那么对于这个函数求拉射变换 那就对它求拉射变换就可以了 把它两项分别进入拉射变换 这个东西拉射变换简单 S分之一 单位节约 这个东西呢 用到实位定理了 说什么呢 说 你不管这个实位1 先把ET的拉射变换写出来 S分之一 这不延迟了个负A吗 乘个因子 E的负AS四方 一乘 这就完了 然后把这个合并 合并一下呢 变成一个什么呢 变成它了 这就是这样一个方波函数对应的拉射变换 好了 我们再往下走啊 辅位定理 辅位定理 我们这么倒着说啊 说什么呢 说 有一个像函数 它当然对应一个原像 这个像函数呢 它如果不要这个 辅位1 不有这个字 直接是FS的话 那么它的原像就是小ft 现在呢 这个像函数 它本身不是一个FS 这个辅边量呢 还有个位1 叫减A 那么这个东西对应的原像是什么呢 说 你不管它这个辅位1 先把它对应的原像写出来 这不辅位1类词吗 乘个因子 E的AT 这是负A 这变成正AT次方啊 这个符号 不要的 我是倒过来说的 这辅位一句说的它嘛 实际上说 这个函数本身 它的拉式变换是FS 如果把这个函数乘个因子E的AT次方 那拉式变换过去怎么办呢 你不管 就把它的拉式变换写出来 然后碰到S都写成S-A 就可以了 怎么说都可以 好了 证明过程呢 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不去说了 这个证明过程要用定义 证明起来也简单 举个例子 EAT 如果是E的负AT次方 这是指数函数嘛 这个A实际上可正可负 那么它的拉式变换 刚才我们推过是S 如果这是负的话 就加A分之一 现在我们用这个负义定理 把这个东西看成什么呢 看成是 这个函数成为一个节约 对吧 反正它从T等于0开始以后才起作用嘛 这个函数看成它 我把这个函数看成FS 把这个东西看成它 可以吧 那么根据负义定理说 它的向函数等于什么呢 先不管它 把它的向函数写出来 是S分之一 这个S是个 叫什么呢 叫S戴帽子吧 是另外一个S 碰到 然后你放到这以后 碰到一个S戴帽子 就把S戴帽子改成S 减这个小A 这样子就可以了 好了 这是它的 节约变化是S戴帽分之一 这个S戴帽是要进行 要位移的 把S戴帽换成S减A 最后呢 得到这个结果 这就是这个指数函数 对应的拉式变换 如果这样负的话 这就是正的 就是刚才我们用数学关系 推出来的结果 再举个例子 比方说 我有这样一个函数 Cos in 5T 称上一个因子是它 这东西当然 你可以用定义来做 定义来做的话 做的时间比较长一点 怎么做呢 我们把这个东西当成 F T 把这个东西当成它 A呢 现在就负三了 可以吧 用这个符为定理 说什么呢 说 先不管 你先不管 这个这套东西 先把它对应的 向函数写出来 是 S平方加5的平方 分之S 这Cos in的 Omega T的 那个向函数啊 这个S是戴帽的 这不 这不有个这东西吗 碰到这个S戴帽 把每一个的S戴帽 都换成 S加3 加在辅尾 加3 那么这是一个S戴帽 这个S戴帽帽 带过去就完了 结果是这个结果 这样的话 做起来要方便得多 明白吧 好 再举例子啊 这样一个东西 它和它有点像 但是呢 这个5T 不是5T了 是5T减负的三分之排 减三分之排 这个东西 这怎么弄 看 这个东西我们不管 它反正对一个 负位移啊 对吧 把这个东西看成FT 这个FT呢 又有一个十位移 先用一部十位移 再用负位移 用两部把它展开 对吧 大家注意 这个地方的T 这个负的三分之排 不是T的位移 是5T总共的位移 你把它要写清楚啊 看 看这个十位移到底移了多少 写成它 5T 这个T的位移 实际上是负的十五分之排 搞清楚了啊 写成这个表达式 然后呢 带这个先 先把它 对应的十位移定律 把它用一下 十位移定律 怎么写呢 这个东西 先不管啊 这个 这个辅为移的事情 先不管 这个地方怎么写呢 先把这个 没有十位移的 这个表达式写出来 cos5T 是等于什么呢 S 就是带帽了啊 这个带帽是因为 这个地方有个 这个地方有个 辅为移 S平方加5平方分之S 这是cos5T的啊 那么这不是 不是有个十位移吗 我先把它成个因子 E的 负的十五分之排S 这不十位移就用完了吧 但这个地方的S 是S带帽 这S带帽还要解决这个问题啊 那么碰到这个S 就把它S换成S 这地方是-2 就加2啊 进入吧 别刀火了 这样一期来 要再把这个 这地方S有三个 这个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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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个S带帽 换成S加2 它换成S加2 它换成S加2 它也换成S加2 结束了 如果这个题 你用定义去做 那肯定有的 有的时间去做了 这是我们举的这样的例子 给大家 那个作业当中的 那个附加作业 就是干这个事情啊 把拉式变换的 那个定理 你不管怎么做 用定义做也可以 用这个 定理做也可以啊 初值定理 初值定理 初定理这么说 说什么呢 说 如果有一个 原相 时间的函数 它本身的结构 我不知道 但是它像函数知道 啊 FS是知道的 我们现在要求这个 实域函数 当T趋于0的时候 那个初始值是多少 那么这个表达是不知道 那你当然不能从这算了 它的像函数知道 那么 这个初值定理 告诉我们什么呢 你这时候 把这个FS 这个函数的像函数 称上一个S 然后让S趋近于无穷 取极限 这个极限如果存在 那么就是个FT 当T趋于0的时候的 那个值 初值 啊 用像来算这个 原函数的那个初值 啊 注意 这是初值 但是这个S要趋近于无穷 啊 那么证明过程 我们就不去说了 啊 呃 这个过程略调 你们下去看看 容易看得懂 像我们举个例子 呃 这是 这是证明的过程啊 举个例子 比方说 现在我有这样一个 实域函数 是T 就是单位斜坡 它的像是 我刚才我们推过 就是S 平方分之一 啊 当然 我们现在把这个原像和像 都写出来了 要求T趋于0的时候值 那当然就是0了啊 假如现在我这个动物不知道 光知道的像函数 要求它的原像 当T趋于0的时候的值 怎么办呢 由它 往过算 把这个东西 乘上一个S 再让S趋近于无穷 取极限 啊 这个FS就是它了 带进去 乘个S 就S分之一 当S分之一 在取极 当区域零取极 区域无穷取极限的时候 是0啊 这个0 就是当这个T 等于0的时候 那个值啊 这是初值定理 初值定理 在我们以后 要求一个系统响应的 初始值的时候 要用到它啊 初值定理 中值定理 中值定理什么呢 说 我有一个像函数 这个有一个原像 原像不知道 但是它的像函数 我知道 我想求这个原像 当T趋于无穷的时候 那个稳态值 中值 怎么做呢 我把这个原 这个像函数 乘上一个S 令S趋近于0 注意啊 这要是T是趋近 无穷 就是趋中值的时候 这个S要趋近于0 啊 那么 这个 如果这个 这个函数 它本身的那个中值 确实存在的话 那你算出来的 这个 这个极限值 就和它是一致的 啊 那么 这个中值定理呢 以后我们通常要用来 计算系统的稳态误差 啊 所以这个定理呢 也比较重要 那么我们证明一下 根据微分定理 说F一撇 乘上它进行拉式变换 这不是 微分定理吧 它等于什么 把它像害出 F的像害数 写在这乘一个S 积分一次 这个微分一次嘛 乘一个S 简单出条件 这个公式就是 刚才我们说的 微分定理 把微分定理两端呢 同时取极限 让S趋近0 这 这个是 这是它 这是它 两边同时对S趋近0 取极限 啊 先看这个等号 左边这道表达式 这个表达式呢 是 S是对这个 辅变量来作用 这个积分呢 是对T来作用 那么我把这个 取极限的这个事情呢 放到这个积分号里边 先对这个S 进行取极限 因为对不对 它对两个变量操作 各是各的 啊 那放进去 先操作 一操作以后呢 左边 把它拿进去 啊 拿进去以后呢 取极限 因为这里边这个变量 和S有关的 只有这个 这条S 把它预取极限 S趋近0 这个东西 等啥呢 1了 啊 1了 这道东西 就没有了 没有了 没有了以后呢 这个东西就写成 把这个D 把这个DT和DT约掉 就写成它了 一积分就是个FT 对吧 对吧 FT 写成它了 那么这个 这个东西呢 可以写成 这是 这个 这个如果是 这是相当于把这个 无穷写成一个T的 这就是积分上下的函数嘛 我们再让这个T 从外头 让它去尽无穷 它俩是相同的 啊 没问题吧 啊 那么接下来呢 你看 我把这个 我把这个表达式 带到 带到里面去 这个 这个地方的 你看 这个函数的 这个 这上下线积分 带到里面去 就成它了 啊 T带进去 这个积分以后就是F了 FT F0 带到这里边 啊 带成它了 带成它以后呢 你看 这个东西和右边 相同了 对吧 和这边就相同了 等于这两个东西 等于这个东西 因为这里边 这是对T从取极限 这是对S取极限 这是一个常数 去掉 它和这个T无关 这个东西呢 和S也无关 把它去掉 这不是就它了 对吧 那我们要求一个 时间函数 当然时间区 无穷的这个稳态值 就把这个 这个像函数 乘上一个S以后 令S取以零取极限 这个极限 就是它 T含T 当T取以无穷的时候 那个值 啊 中置定理 中置定理我们后面 求稳态乎差用的比较多 举个例子 加说过一个像函数 它的表达是这样一个东西 要求它的原项 当T取以无穷的时候 那个值 怎么做 把它乘上一个S 让S取以零取极限 啊 这就很简单了 这个FT 当T取以无穷的时候 就是FS乘上S 让S取以零 是AB分之一 是个常数 举个例子 假说过一个像函数 是这样的表达是 要求它的 中值 这个东西是谁的像函数啊 正选函数的像函数 对吧 正选函数当T取以无穷的时候 值得多少 没值 它在正乎期之间 永远变动 啊 但是如果你用这个 这个 中置定理来求的话 确实可以求出中值来 啊 求中值来 把这个函数写在这儿 然后让它乘上一个S 令S取以零 那肯定是等于零了 但这个零 不是这个函数的中值 只是它的一个平均值 也就是说 这个中置定理 在用的时候 是有条件的 一定是你这个 原项函数啊 当T取以无穷的时候 它的值确实存在 那么你用它算出来 就确实是它 没有问题 但是如果这个东西 它T取以无穷的 那个文态值 不存在 你即使用它算出来 有一个值 也不正确 啊 就用它的时候 要考察一下 这个原函数 它的中值确实存在 不存在 注意一下 这是中值定理 那么我们把这个 拉式变换的 这个几个重要的 这个定理呢 给它都讲了 啊 以后我们偶尔 时不时的可能要用到 那么现在 拉式变换讲完了 刚才我们遗漏个问题 就是说 你一个系统的 分方程有了 我们用拉式变换 这个方法 怎么去解这个 文方程 不是用高等代数 高等数学当中 解长文方程 那个老办法 怎么办呢 比方说 我现在有一个 二阶的线性的 定长系统 控制作用呢 是一个单位节约 作用在这个强迫项 出条件都等于零 我要解这个文方程 用拉式变换的方法 解文方程 怎么做呢 首先 我把这个等号两端 同时进行拉式变换 进行拉式变换 拉式变换以后呢 这边 这个Y2'T 进行拉式变换 就变成什么了 大YS乘S平方 带一个出条件 现在出条件都等于零了 干脆出条件 不管了 就变成S平方 大YS 对吧 这地方呢 是A1常数造写 用根据现行性质 然后这个Y1 也写成什么呢 是S大YS 对吧 这个A2照写常数 然后YP 它的相函数就是它 相当于把这三项的 那个那个供应子 给提出来写在这 它单位节约 拉式变换来 四分之一 这是文方程 到辅域呢 变成一个 相函数的代数方程了 解它容易 把它直接除过来就完了 对吧 除过来以后 得到这个相函数的表达式 是这样的表达式 如果我们再知道了反变换 把这个东西的反变换找出来 就是它对应的原项 就是这个文方程的解 听出来 这个方法你看它转了两步 但是比你直接解 长文方程要方便得多 所以拉式变换的一个 直接的作用 就是解长文方程 非常方便 但是呢 它不是我们课程当中的 主要用途 我们还要用它 定义我们最重要的 数学模型的形式 叫传递函数 这是我们自动控制原理当中 主要用到的数学模型形式 在这给大家举个例子 只要进行了反变换 那么原项就知道了 就这个文方程的解就有了 反变换的事情 我们下一次课呢 再抽空再给大家说一下 好了 我们今天的课程内容小结一下 今天我们进入第二章的学习 讲系统的数学模型的建立 我们先讲了 实域的数学模型 文方程 那么原部件及系统的文方程的建立 我们举例子来说了 那么线性定常系统文方程的特点 怎么就是线性的 看变量 怎么就是定常的 看系数 能正确区分它 文方程怎么线性化呢 如果这个系统 它大方面当中 是一个非线性的 但它工作就在一个 平衡点附近来变化 我们就可以用 在平衡点之后 把它线性展开 变成一个线性的问题 用工作点那个地方的 增量的变化规律 来代替你这整个系统的 这个大的规律 这样就可以把问题 画在我们可解的 那个框架里边来 文方程的求解 我们刚才讲了一个 用拉式变换解文方程的思路 接下来呢 我们就是复习了 拉式变换的有关知识 拉式变换的定义 大家是清楚的 常见函数的拉式变换 要留心一下 把它记住 在以后这个学习过程当中 你是什么函数 到拉式变换直接就写出来了 什么你去查去 这大家在 基本变换的时候学过 然后呢 重要的定理在这 关键的是一个 微分定理 还有一个中置定理 这两个定理比较重要 把它 在做作业的过程当中 有意的去用它去 那么 作业留给大家 刚才这个 该记的 把它记牢了 这几个作业是 就是我们进行拉式变换 复习的那些 这个作业啊 这个作业 大家把它做在作业本上 今天我们的课程呢 就结束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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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